这盆种植的玉米已经采收完毕了 剩下的这些玉米杆子就千万不要丢 其实拿来养花真的好处非常多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阿花匠 这批玉米是在两个月之前去种植在这里的 现在已经全部采收完毕了 这采收完毕之后的玉米杆子您会怎么处理呢 其实我在家这些玉米杆子还是使用上 是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的 我建议大家能留下就把它留下来 不要把它丢掉 另外提醒大家一个花盆种植 自己种植的有机玉米 真的比外面好吃太多太多了 玉米小玉米采收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由于之前采收了一批之后呢 我没有再下那个肥料 你看这些玉米都是个头不是很大 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玉米 先把这些能吃的先把它采收下来 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口感是非常好 来先把这三个给摘下来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今天天气的非常热 所以我要避开这个阳光 来首先是这个 这个摸上去是比较厚实的 哎呀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 哎真的不错 虽然个头上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玉米呢 无论是颜色 还是摸上去那个硬度 都是符合我的要求 您知道吗 这玉米真的很好吃 把这个拉开 这个小一点应该没有多少了 哎 这个也可以哦 你看 这个再小一点的 看看这个 哇 你看 这个就是一个小孩子 一个早上的早餐了 够了 您知道吗 其实玉米有两种吃法 事实上应该算是三种 第一个呢 就是里面的玉米粒 这玉米粒 我估计大家都知道怎么吃的 就是把它蒸熟了 是不是 是的 这个东西老实说 真的 口感非常非常棒 最重要是那个玉米的味道 是特别的浓烈 吃到嘴里满口都是玉米的香味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玉米粒了 呃 由家里有小孩的朋友呢 应该知道玉米粒的好处 他这个东西拿来降火是相当的好 尤其是煲汤煲水给小孩子喝 您会发现呢 生病都少很多了 我在家呢 因为我是经常去固定去收集这个玉米粒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只玉米的叶子 玉米的叶子 其实您把它晒干之后呢 可以拿去泡茶 这个东西同样具有玉米粒的作用 对于那些成年人来说呢 尤其像我这个这个年纪 还有这么胖的一个人来说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尿霜的问题 天气太热了 我就不拍这个这个拔的视频了 我先把它拔下来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这些玉米感要来干嘛 最后就是这一些 剪下来的玉米枝条 到底要来干什么 我估计大部分朋友想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把它烧成草木盔 是不对 的确可以的 把这个晒干了之后呢 是烧了之后呢 是非常好这个草木盔来源 但是呢 这个使用方法呢 并不是最好的 因为呢 这样一烧的过程中呢 会把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成分给烧没了 最后就剩下一些氧化钾 氧化钙啊 等等这些氧化类的东西 但事实上呢 我们氧化呢 不仅仅这些肥料 所以呢 把它烧成草呢 应该是最后的爽着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的处理方法呢 第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把这些绿色的叶子 你看这些绿色的叶子 由于它这个玉米呢 已经挂完果子了 挂完果子呢 其实它自己就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它会把营养进行回缩 你看上面这里已经枯了 是不是啊 变干枯了 它营养会不断的回缩 最后回缩都根系 以及回缩到您吃那个玉米果子上 所以呢 趁着它还没变成枯萎 我们就要把这些绿色的部分呢 给保留下来 剪成一片一小段一小段 像这么大的一段 这样一段呢 您拿去堆肥啊 您会发现呢 这个就是非常好一个淡肥来源 另外呢 这里面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一定要是这种绿色的 绿色呢 那个营养才是更高 不要看这种玉米的叶子 只有薄薄的一片 您要知道呢 这里面除了含有大量的淡肥之外呢 还有很丰富的那个纤维 以及其他的东西 所以把这个发酵成营养土之后呢 您会发现您的土壤是绝对的疏松 以及透气 第二个呢 就是这种玉米甘蔗 这玉米甘蔗就是这条枝条 这条枝条呢 您可以把它剪成这么大 一般情况我都是这么大左右 可以稍微的短一点 如果短一点呢 像这么短 这样子的 您就可以把它放在夸盆底下 这个东西呢 叠加之后呢 您会发现在夸盆底下呢 由于我们的玉米甘里面 有很多孔洞 所以您会发现 用了这个东西放在夸盆底呢 整个夸盆会非常非常的透气 水分呢 就不容易积存起来 很多朋友经常问我 夸盆底下到底放什么 比较疏松透气 我告诉你 如果你家里有玉米甘蔗 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 化在夸盆底绝对的疏松透气 第三呢 是这种干枯的叶子 干枯的叶子呢 我们还有一种使用方式 也是在堆肥里面使用比较多的 这种干枯的叶子 跟这种绿色的叶子 您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蛋元素 以及水分 而这个干枯的叶子呢 它反而成为一个比较好的碳料来源 我们在发酵肥料的时候 经常是不缺蛋料 但是绝对缺蛋那个碳料 什么是碳料 就是把我们的厨医垃圾 燃烧起来的物质 这时候还要说一下这个玉米的根 玉米的根呢 很多朋友呢 包括很多农民都会把它丢掉 其实您知道吗 玉米根呢 其实可以拿来吃的 但是当然了 这个不是塞到嘴里面 而是煲汤的时候 把这些玉米根呢 洗干净 晒干了之后呢 拿去煲汤 您会发现呢 甚至比我们的玉米还要好 总结来说呢 我们在盆栽种玉米呢 可是可以是一点都不浪费 所有的玉米部分都可以拿来使用 拿来养花也好 拿来煮水喝也好 拿来泡茶也好 都是非常棒的 当然这些方法呢 还没有一个更简单的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 去弄这些玉米杆子 您可以把它通通晒干 然后把它烧成盔 那就是非常好的 炒木盔来源了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经常说 种玉米 一种玉米 为啥 因为玉米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好 能让我们的花盆更加的旺 能让我们的植物不缺肥 好了 今天罗嗦到这里 我是佛沙夸奖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